如何判断小孩勾楼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万禄西恩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小孩勾楼病它有很多的临床表现 像婴幼儿的多汗 液晶 方炉 枕拖 还有肋骨外翻 这都是孩子勾楼病的一些表现 更严重的情况还会出现X型腿 O型腿 肌胸 漏斗胸 这一些骨骼上的一些肌形 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相关的生化检查 像购楼病的孩子 他的血里面的碱性磷酸酶会明显的升高 然后血盖 血磷会降低 25腔微生素D也会有一个它的含量下降 如果拍片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手部杠垢端会出现一个模糊 然后会出现一个呈背口状或者是毛刷样的一个改变 这些都是勾楼病在临床表现和生化表现上的一些判断标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